市民說要改變,就說要有共識 中央拍板的時候,蝦巴狗在回應 那些有沒有共識?尊貴的議員們 那些就不用共識 中央全權決定,指揮,派一指揮 狗走去東,走去西,骨頭就在那裡舔 跟著呢,就懶開身碗,搖下耳朵 這些不是狗奴才是什麼? 講共識啊 跟中東活理花革命的人民講共識啊 所以,權在你們那裡,利誘在你們那裡 什麼都拿了 剛才我聽了林君彥說的很荒謬 派錢我不贊成的,不過我會支持啊 哇,你精神忽裂嗎? 你人格分裂嗎? 你不贊成的東西,你可以支持的嗎? 你不贊成的東西,當然有你自己本身的價值 取向有理由的嘛 我當然支持,你當然支持就好像很偉大 為什麼當年你不懂得提? 如果你看到人民那麼開心的 因為派錢而那麼開心的 你不懂會提這個東西的嗎? 為什麼你不知道人民派錢會開心的? 過去你不懂得到市民生活的苦困嗎? 你不懂得到有些人拿到六千元會很開心的? 你為什麼不知道會有這樣的反應的? 你去了哪裡啊?過去那麼多年? 你住在什麼社會?你住在什麼地方? 所以聽到功能組別議員這些言論呢 給全香港市民看清楚這些功能組別議員的醜陋面目啊 這些正正就是柏洋 我鼓勵那些功能組別議員 看看柏洋醜陋的中國人那本書 你就會看到你們自己 照到你們自己的真正面目啊 不知,我不贊成,不過我會支持 哇,這個真是經典這個 我呼籲那些網民呢 將梁君彥議員這句話呢 傳播全世界 給這個世界的人民看到 香港這個功能組別議員 這種嘴唸啊 這些思維模式的混亂 我也希望待會進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不贊成的東西會支持呢? 你都說,我原本不贊成 我了解完之後呢 我就變了贊成 那些邏輯思維啊 你自己改變了某些的觀念 我不贊成,我會支持 這個主子的指揮棒一揮 不理自己的心怎麼想 不理自己的價值取向是怎樣 不理自己原本的定位是怎樣 主子一揮的指揮棒 我就由反對不贊成,轉去支持 球票就是這樣 這些證證就是功能組別的原罪嘛 你永遠沒有自己的立場 你永遠沒有自己的想法 你永遠不理解人民的需要 你永遠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 我當時也批評曾俊華 他和他的政務官 就是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有些高官大姐經常都是 在放江去馬會做運動 接著就在那裏吃飯 接觸那一班的權貴 這些就是香港局長 和香港這些權貴人士 那個的生活圈子嘛 是吧 哦 有些公公娘娘 去大埔喝奶茶 洗了幾百元就說接觸群眾 哇大佬 去喝杯奶茶 洗少少錢 就說刺激本土經濟 這個的接觸群眾 就好像這個 很重大的事 他了解香港要坐直升機的 很好笑 有個網民寫個笑話 曾蔚權和曾俊華坐直升機去看這個巡視香港 曾俊華說 喂我扔一千元下去下面 那些人撿都會很開心哦 那曾蔚權就說 不是啊 我扔十張一百元下去下面 有十個人更開心啊 那司機說 我扔你兩個下去 哇 七八萬市民都很開心啊 是吧 這些網民的智慧呢 真是 反映這個 香港家的現時政治制度 就是可能你 陳正議員你去第二次發言 請你去 是主席 那可能就是扔那三十 除了聯合議之外 扔那些 不代表民意的功能組別議員下去呢 可能全香港市民全世界人民都很開心 那主席 即是說回這個功能組別的問題呢 我總理他都 講到這個特首選舉的時候 我都提了類似的邏輯和分析就是 當你檢討一個制度的時候 你只是從過去的表現 現時的問題 分析完之後 作過的檢討 然後指出問題所在呢 作出的建議 再作修正 是一個改變 你只是這樣的模式啦 究竟功能組別的制度 過去傳立了十幾年 現在有一個合時間的檢討 基於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的安排和規定呢 這個是一個歷史性的檢討 你作為一個歷史性的檢討 你必須是有一個實質 有內容 和有這個意義的檢討 然後再作這個改變 再作這個修訂改善 令到這個制度較為這個完善啦 沒有的 是吧 即是人大常委會一拍板呢 就鵪鶉那樣 是吧 一切呢 阿爺說沒有指示改呢 香港就不用動的 是吧 經濟問題都是一樣的 經濟問題有事就是向阿爺求交 阿爺呢 開放多一個省 香港就多一點點生意 開放多兩個省呢 即是香港的零售業呢 就這個開始撈到盆盆盆盆盆盆 那些租金呢 就啪啪聲聲 開了九省十省之後呢 嘩 那些雙巡租金呢 即是 即是 這個 飛到無倫 所以看到就是 整個思維模式呢 都是中央的指揮棒指示 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官員 香港的政要 沒有自己的思維 沒有自己的分析 沒有自己的立場的 我不贊成 但是我支持 真是經典 真是 唉 那主席 有關的 現時這個功能組變的問題呢 與議員 如果仍然都是 好像這個 雙女這樣 繼續唱他的後庭花呢 社會的怨憤 只會是 這個的不斷 中東多個國家啦 尼比亞 埃及特尼斯 也門 阿爾及利亞 先後已經有兩個 即是已經下台啦 無法拉克 和這個 本阿里 卡達菲加克 在那裡 糾纏 在那裡掙扎 我相信 在不久的將來 也都會 這個 下台 甚至是這個 橫絲荒野 人民力量是不可擋 你現在功能組別這個存在 吳可兒議員 透過他的善良的願望 希望做一個 好這個 卑微的修改 做一個 本質上的 蝦微的改善 是希望令到這個制度的邪惡性 可以得以這個減低 令到香港市民呢 就是對這個 那麼邪惡的妖魔 那個的仇恨 或者是那個的不滿呢 可以減低些少 這個進而呢 令到社會那個矛盾 社會那個的怨憤呢 可以因而 可以舒緩些少 這個你都不接受的 多謝你呀 人民力量 多謝你們反對 繼續堅持反對 以及歌頌這個功能組別的存在 是吧 等同加下這個 利比亞的支持這個 卡達菲的人呢 繼續歌頌這個 卡達菲的偉大 我多謝你們 繼續支持功能組別 一成不變 我多謝你們 繼續歌頌這個功能組別的偉大 我多謝你們 繼續說要這個 共識 要這個妥協 因為人民很清楚知道 香港市民很清楚知道 他們不可以再寄望 在這幫功能組別議員裡面 更加不可以寄望我們的 問責官員 就回這個政改問題 作審微 好這個低微的改變 低微要求的改變 都沒有可能的事呀 如果香港的市民 看清楚 這個吳海宜議員所提出的 修訂 他們就會感覺到 嘩 這麼卑微的要求 都不可以達到的話 香港市民還有什麼可以做呀 是吧 他們唯一可以做就是 將權力 將爭取改革的權力 放在自己手裡 等同這個中東的人民一樣 所以抹理花的革命 抹理花這個運動 這個風浪 必然 會在香港逐步這個生根 所以你們不要看 你們這些決定 對香港的影響的問題 我最記得 03年 我和曾蔭權說 這個七一遊行前 一個禮拜 我和曾蔭權說 嘩 我說會成三十萬人上街 嘩 在那兒講笑 跟我說 有什麼搞的 你們這些傢伙 在那兒亂講 在那兒煽動 聽都不聽的 是不是 到這個 七一遊行前幾天 我和某些官員說 可能去到五十萬 我和朱有倫 那時候都是這樣說 會不會 會不會這麼多 完全脫資 我四年前已經提這個派遣 聽都不聽 每個人在講笑話 提完之後 澳門立刻做了 我整天稱讚賀口華 好東西 接受我們的意見 我都會請你講 我自己一講出來 功能組別議員 很多事情不掌握民意民情 他們現在很多說支持派遣 有哪一個功能組別議員 在你給財政司的建議書裡面 有派遣這個方案 如果你現在這麼英勇 說派遣好 為什麼你們當聲不懂提 剛才有些議員又講這個 膠樽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人正式提過 膠樽的建議 所以很多時候的事情 真的好像蝦巴狗那樣 主人比較骨頭去 他又廢一下 又在那邊搖一下尾 然後很開心 就認一下厲害 你們作為議員 你們有責任 為香港的 正如中央常常強調 中央要求的平穩 和繁榮 你們要盡力 不是說你們繁榮 顧著自己富貴 市民的死活不顧 所以只會導致 抹抹抹抹革命 必然會在香港發生 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 謝偉俊議員第三次發言 就算了 這個中央的 有很多新鮮 他們的護膚 在這裡 所以 我講這個 有很多新鮮